太可爱了 库里儿子卡农又一次抢镜 他突然向汤普森打招呼逗乐旁人 北京时间12月11日 勇士队主场以123比107大胜开尔特人队 水花兄弟都有出色表现 库里和汤普森此一同侃30家成为球队获胜功臣 库里赛后与往常一样 牵着儿子卡农返回球队更衣室 他在途中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证明 可以在联盟最佳的对决中打出高水平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捍卫主场后便是客场之旅了 卡农在此期间先是转身朝汤普森摆了摆手 再走了一小段路后 突然回头与汤普森打招呼 把汤神给逗乐了 有趣的是 这已经不是卡农第一次抢他老爸的镜头 他此前还冲着摄像头做起鬼脸 在与追梦格林碰拳致意时 甚至摆出非常用力的模样 在被他母亲阿耶莎阻止后 才轻轻地与格林完成碰拳